我是徒生徒长的南投人 民国68年我进来南投酒厂 开始做这个研发的工作 那到现在已经服务了42年了 进酒厂之前就是已交不进 第一次凭威士忌的时候 完全是对他是陌生 从对威士忌一无所知的素人 到研发调酒师 全新投入酿出台湾在地风味 参加国际酒类竞赛 狂惑摆面以上奖牌 背后功臣就是王婉英团队 文化总会推出匠人魂第29支影片 就是以王婉英为主角 进入匠人永不妥协的精神 这个公益植物人精神 最主要的还是要创新 要研究 所以一生玄命研究一个东西 那一直研究 就要一直创新 这样才会进步 台湾有这个精神的话 我们台湾也非常好的基础 文总拍了29支 有做到八九十岁的 九十几岁的 也有二三十岁的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 最重要的文化精神的遗产 这是水辣厨 这是修理橡木桶的用 匠人魂第22集 一呼一吸的男主角 威士忌橡木桶修复师 陈庆生也来到现场 与调酒师王婉英一样 原本对修复橡木桶一窍不通 靠着不断学习 无论在哪个岗位都使命必达 我们都知道威士忌的风味 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来自以橡木桶 那我们南投酒厂 有很多款式的橡木桶 所以我们在调酒的时候 就是需要知道说 针六出来的威士忌 它放在不同的橡木桶 随着时间产生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要不定期的去品评这些酒 然后就是在我们研发新产品 或者是要调配经常性的产品的时候 作为产品一致性的依据 每一部匠人魂都忠实呈现 匠人们专注的身影 为无形文化资产传承 留下影像记录 也让社会大众看见 每一位匠人一生玄命的精神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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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